大家好,我是Ken Lee,李建能,今天我给大家讲评一下三个星期的主题照片,建筑摄影,建筑摄影的功能, 主要是记录建筑物的外观或者内观的功能,或者拍摄设计式的局部,那个独特设计,主要是以建筑物的机能作为试点。 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个建筑摄影作品,甚至是不但把建筑物拍得非常非常美,而且光影,构图,各方面都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完美。 这些都是建筑物内观的功能涉及,都是体现这个建筑物的机能,但是摄影师捕捉了非常非常唯美的一个画面, 而且处理那个效果,有画意,不但是有那个,不但把那个建筑物拍得很美,或者那个摄影,那个机法也运用得非常非常好。 通常建筑摄影,我们都会形容为没有温度的摄影,很多那个摄影作品还会处理成黑白, 所以他那个作品看上去会很冷军写实。 所以这个建筑摄影也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摄影类别。 而且他那个拍照那个镜头相机也比较讲究。 其实照片看上去都是冷农冰冰,所以我们就称之为没有温度的摄影,但是它是非常好的摄影作品,非常好的建筑摄影作品。 我们通常拍建筑物,室内或者外观也好,都会要考虑到透视的问题。 因为拍建筑物跟拍其他那个艺术摄影不一样,所以它有它那个特性。 所以我们通常拍建筑物拍外观有时候我们会采用两点透视。 拍室内的有时候会采用一点透视。 还有我们在镜头的选择上大多会选择用移轴镜头去拍摄。 因为移轴镜头可以很好地调整那个透视。 把针究物就是那个透视就是变形。 因为透视的关系它会变形,可以做得很好的调整。 以前很优秀的建筑物摄影师都会用这种大画幅的一种皮枪的宇宙镜头去拍摄。 这个呢可以,你站在那个大楼的底部也可以把那个大楼拍成树的锤子的,不会变成一个四点的那种。 另外一个把那个建筑物拍的锤子,不用镜头也不用后期去处理的一个办法就是要跟你站的那个位置跟大楼要平行。 这样的话呢,拍出来就建筑物都是会很锤子的。 由于那种镜头,现在估计都很少人用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相机基本上都会使用这种移轴镜头。 这种移轴镜头也就是也能很好地达到那种调整透视的关系。 举个例子,这张照片呢,如果你当时一张摄影作品, 这张照片就没什么问题了。光摄构图都已经标准,达到标准。 那如果你要是当一张那个建筑摄影的话呢,它就还不够完美。 因为它那个透视没有处理好。 好,第二张呢,就是我利用那个Photoshop去把它那个透视拉交正, 就交正把它那个垂直了。就是这个用移轴镜头就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但如果你没有宇宙镜头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软件去把它修正。 我们通常修正这种情况,一个来弄现在有了新功能也可以做到, 但是还是不够完美。我还是比较喜欢用Photoshop去处理。 这个很简单,但是你有懂得怎么去处理,就很容易就做好。 第三张呢,就是为了体现它那个高一点。 可能我们在调整透视的时候,因为那个画面变形的时候, 可能建筑物显得矮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地把它拉长一点。 这个因为我们拍建筑物,这个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眼睛看到怎么样, 相机拍出来就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是拍那种新闻照片。 所以要整理相机拍出来的细角,跟你眼睛看到的细角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说相机拍怎么样拍出来就是怎么,就是最好的,就是不对的。 所以要我们处理最后的画面效果为准。 像这两张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完美的建筑摄影作品。 让人看了赏心悦目,非常,每一个地方处理的都非常完美。 整个画面很有美感。 建筑物那个特色,也还有那个画面效果都非常漂亮。 这些照片呢,其实应该来,严格来说应该是属于都市,就是城市风光类,就是属于风光照片。 所以就是说,严格来说还是不太适合建筑摄影这个类别。 但不是说这些照片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好。 但就是你要是按照建筑摄影的类别来说呢,就是属于应该来是那个风光类。 这是属于一个建筑摄影,比如说我是一个广场,一个哈德森广场,它是由几栋楼组合起来的。 那么这些也属于那个建筑摄影的类别。 刚才那些呢,应该是属于风光类,那个城市风光类。 那这些呢,我觉得这个主体应该是月亮,因为最吸引我的是一个月亮。 而建筑物呢,只能算是一个陪衬。 虽然建筑物也拍得很好看,很漂亮,但是就是红花跟绿叶的那个分别。 建筑物就成了一个绿叶了。 其实用鱼眼镜头拍摄出来的建筑物的作品呢,不是不好。 这个也很多人会这样去拍,但是如果是你是给客人去拍这个照片。 比如说你接了这个工作,你去拍,拍上这个照片呢,一般客户都不会喜欢。 所以呢,这些照片呢,你可以当是自己的摄影作品,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建筑摄影的照片去交给客户。 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工作,所以我很清楚这方面的要求。 虽然那个建筑摄影可以说是从天后你都可以去拍。 你可以白天早上天气好,天气不好,你都可以去拍。 但是像这种冷冰冰冰的那个照片呢,它那个有光线,有缺光出来的效果呢,会特别好。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有立体感很强的那种照片。 像这种照片就拍得很好。它那个用缺光出来,它的立体感就很强。 这个也是,就是光线的变化,你能掌握的话呢,建筑物那个立体感会更强。 比你顺光还会好很多。而且这张照片非常优秀,是因为它那个透视、垂直都做得非常好。 后期那个色调处理的也非常非常好。 那么这是属不属于建筑摄影呢? 这个肯定是的。因为就是一些有园林的建筑。 园林本身跟建筑物是融在一起的,也是设计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些照片出来,你不能单独就拍,就是一个建筑物应该是把整个园林都拍起来。 所以这照片呢,就处理得不错的。 就像那个凡村酒店的那个照片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没用的前景。 而且两边太空。所以我们如果是作为那个建筑摄影的话呢,应该是。 我们可以试一下有树构图,把两边太空的拆掉。 这样的话呢,主体那个建筑物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这张照片本身已经处理得非常好。 没有在曝光上,构图上都没有什么挑剔的。 不过,可以试一下,拆切一下,就是把那面墙拆一点。 这样的话呢,整个画面可能会更精彩一点,更紧凑一点。 但是原作也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张照片很好。 这张照片应该,它想体现的是那些,呃,衡量。 所以呢,它那个木的结构。所以,但是,呃,它很多地方都过曝了。 呃,而且前面,很多那个细节都过曝。 所以,可以适当采一些,让它那个画面更饱满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呢,把那些过曝的尊量拉回来。 这样的话呢,呃,画面效果会更,更强一点。 这张明暗对比,呃,很强烈。 这个画面效果很好的照片。 可是就是,它那个,因为,后面是黑的,最暗的。 所以它那个曝光补偿上面没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它如果它用那个,呃,光圈右牵的时候,很容易就是, 那个白的地方就过曝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后期,把那个过曝的地方,把细节拉回来。 这样,这张照片就非常完美了。 呃,由于,它已经过曝的很严重。 而且,也不是Rofilo。 所以,我调整了之后,就有,还是,还是很多地方那个过曝了。 所以这建筑物的很多质感,那个激励,都不能体现出来了。 所以如果,这张照片如果有那个Rofilo的话呢,应该是找回来,掉回来,重新调整一下。 把高光位,呃,把细节拉回来。 这样,这张照片就会非常非常棒。 这张照片是同样一个问题了。 啊,除了有点过曝之外,它还是有点偏重。 就是,剧重了。 啊,可以把那个右手边这边,拆掉一点点。 这样,画面会更舒服一点。 啊,画面的均衡感会更,更好一点。 啊,当然了,那个高光位还是要拉回来,就是把那个细节要拉回来一点点。 这张呢,呃,用框架构图,这个也处理得非常好。 它那个前景,就是可以交代了这个这个建筑物的环境。 可以告诉你这个建筑物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张照片,它处理得非常好。 除了那个框架构图之外,还交代了那个建筑物所处的环境。 当然了,你可以处理成黑白的也可以。 但彩色的也非常好。 这张照片,这样去处理是很不错的。 这张照片歪了,就是圆土是歪了。 你看,你可以看到是,它偏了一边去了。 所以,我后期用Photoshop帮它辅证,把那个大楼辅证。 但是,它还是偏在一边,就是构图,在构图上偏一边去了。 这拍摄的时候,前期拍摄的时候,应该是放在那个中间,就是用对称构图去拍,会更好一点。 现在,虽然我帮它辅证了,它还是靠了那个右边去。 所以,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应该是左右对称。 中间位,一边一栋楼,这样会更好一点。 这张照片,不知道是镜头不够长,还是它特意拍成这样。 所以,如果是按照那个建筑摄影那个范畴,你就必须要把那个建筑物拍得大一点,局部一点。 所以,我帮它拆了一下,也调整了一些那个透视。 所以这个,看上去更像那个建筑摄影。 但是构图上还需要,就是拍的时候应该是在偏过一点点,不应该把右边那边也拍进去。 所以拆了,还是画面还是不够完美,应该在那边也多一点点才更好。 画面上会更好看一点。 虽然说,建筑摄影是没有温度的摄影。 但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眼也拍进去。 就是,眼是可以起到一个对比作用。 就是可以把眼跟建筑物,眼很小的话呢,就可以体现到建筑物的很宏大。 所以这个时候,但是这些眼的位置就很重要。 就是你眼只是一个点灼的作用,不能很杂乱。 比如像另外这张故宫的时候,那个人就起了一个点灼的作用,就非常好。 但另外一张呢,他那个眼就是游客,游客对画面效果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这个游客这些照片呢,可以等那个人走了,然后再拍,效果会更好一点。 当然了,我们可以在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拍一些特写。 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拍上去也可以体现到那个建筑物很美的局部。 而且也不用等那个人走了。 我们在拍的时候,等人走了之后,再拍一个大场景。 这样就可以很,你得到的照片就会很丰富了。 这张照片是一个酒店,应该我想那个摄影师的那个意图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酒店是有在一个很漂亮的海边。 但是呢,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点歪了,就是不够对称。 我觉得应该是左右对称一边,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点。 就是建筑摄影就一点点歪了,就会样样不舒服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在Photoshop调长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副作线,标记里面有一个副作线。 一定要很垂直,一点点歪看上去都会不舒服的。 这个也是把一些局部跟大的外观都拍进来的。 所以这个有非常好的一个处理手法,非常很好。 它最主要是把那个局部是把那个建筑物的特点、特色拍出来。 你也可以看到大的建筑物的外观的那个形状。 所以就是这照片都非常好。 这张也类似旅游照片的建筑作片。 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地区的建筑的特色。 所以这张照片无论从构图、色彩、那个取景,都相当棒的一张照片。 这张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很有现代艺术的那个感觉。 它那个色彩非常丰富,而且那个形状各方面就像拍出来就像一张抽象艺术。 一个现代艺术的。 我稍微调整一些就是,我觉得它那个门口窗户那个高光亮的地方还是过亮了一点点。 但我还是,我拉近了也拉不回来了。 所以如果有圆片那个Rofilo的话呢,是不是你再压暗一点点,就是让它那个光比不要太强。 这样的话呢,整个画面会更协调。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样的照片。 这个汤斗大楼应该是幻天了。 你可以看,看得出幻天那个痕迹。 幻天那个白边也没有处理得很好。 当然这个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你自然已经换天。 但是到底是那个Photoshop软件自动换天呢? 还是你自己手动去换天? 这个就不用太追究了。 换天出来,那个边缘线还可以处理得更好一点。 当然你已经换天了,那就应该是把那个, 跟主体没有关系的那个路灯应该也去掉。 那个对画面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掉的。 去掉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偏了一遍了。 所以我们还是试一下把它处理成那个对称构图。 把建筑物放在中间主体。 拍的时候应该也可以拍得更正一点。 这样的话呢,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张挺漂亮的。 而且它那个高光也没有过曝的太严重。 应该是它后期处理,把那个高光位也拉回来了。 但是应该拍这种照片,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尽量拍那个包围曝光,或者用HDR那种模式去拍。 就是尽量把亮的地方细节都拍多一点点。 这样就不会有过曝的现象。 还有一个透视,你可以看看我帮它拉直一下。 就是出来的效果呢,会更好一点点。 透视非常重要。 那个歪,就是感觉一点点歪, 所以就会让眼睛看上去就不舒服。 这张它的黑白处理的很不错。 然后,秋光出来的立体感也很好。 我个人就觉得它那个天空就留白的地方太多了。 可以拆一下,那个画面会更饱满一点。 建筑物那个,会主体会更强大一点。 所以还是天空可以拆掉一点点。 这个一看就是歪了。 这不是透视的问题了,是整个画面都歪了。 所以就是这建筑物好像就是要倒了。 快要倒下来的感觉。 所以我们拍建筑物一定要非常非常要注意这个透视的问题。 还有垂直的问题。 所以我帮它扶正了。 扶正之后就舒服很多了。 这张就是从照片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是帮它裁了。 在没有裁之前,这张照片的主角是那个湖。 那个建筑物是一个陪衬。 我裁了之后,画面就是建筑物以为主体。 所以这张照片主体就是建筑物。 无视配餐。 就是那个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那经常会看到这种。 很多时候我们就什么东西都拍下来。 画面上什么东西都有。 那有时候会很影响画面效果。 那左边那一块黑色的是什么? 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下面也很多很杂论的东西。 包括一些价格牌了。 还有一些广告牌的那些。 就是对一个建筑物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而且会影响你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可以拍的时候,可以局部的裁掉。 或者拍完回来之后,直接裁掉。 把建筑物那个重点拆出来。 变成一个独立的照片。 有些线条比较好的观点处理。 黑白也是蛮不错的。 不过这张照片还除了下面那些杂论的东西。 它也播报了。 建筑物上很多地方细节都没了。 所以在拍的时候应该是降低。 就是做起码要剪一档,才可以把建筑物那个细节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拍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前期就要思考,要考虑很多东西。 所以就是除了想了构图,想了曝光, 还有要怎么样去把画面处理得更好。 直接在拍的时候你就拍出来, 就不用后期去做太多的功夫了。 拍这种教堂的时候,真的,它光比会很大。 因为它天空窗户是很亮,室内很暗。 拍这种我建议尽量用包围波光去拍。 用相机那种HDR功能去拍也可以。 包围波光拍完之后,回来很容易就处理好。 这个像这张照片,它那个天空窗户的位置就很白了。 还有很多高光位的细节全没有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包围波光拍,单独以高光球光拍出来,要后期。 再用圆键去合唱起来,这张照片就会非常好。 高光位跟那个亮部就会有很多细节。 另外,拍这种教堂也很讲究对象构图。 对象构图是要很严格的,站在非常准的位置。 你才可以拍出很好的对象构图,那个效果。 你站的位置不准,或者站在旁边,你后期怎么样去修正,都修得不太好的。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除了你要使用包围波光那种方式去拍, 还要用对象构图。你要站在居中的位置非常准。 你拍出来的照片才是很完美的一个对象。 他这张呢,是两拍。 所以呢,如果你按照他那个透视的话呢,他是不对的。 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裁掉,就是把,不是以整个建筑物,就是取一部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成了一张几额图形的一张,好像现代艺术一样的一张照片。 他这张呢,是两拍。 所以呢,如果你按照他那个透视的话呢,他是不对的。 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裁掉,就是把拍这种照片,就不一定就把整个建筑物拍下来,而是拍局部。 而是拍出有那个艺术感的,有那个几何图案美感的一个局部。 这样,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建筑物的某个部分,某个美,一部分很美的地方拍出来。 这个就需要你的观察。 那这张也是有两拍的关系,所以他的透视有一点透视。 所以后期还是要拉紧一点点,把那个垂直线拉紧,垂直一点。 还有上面都是太多了,以前应该是明暗对比的话呢,后面应该那个楼是培衬。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要裁掉一点,把前景这个主体物要更突出一点。 所以把上面裁掉一点的话呢,会让整个画面会更饱满一点。 就是建筑的结构就非常非常美。 怎么样拍都很容易拍出那个好的画面来。 我想说一下就是,像这种照片颜色,我们不是用颜色来体现它的美的话呢, 可以有时候去处理成黑白的话呢,就把一些杂乱的那个灯光的颜色可以去掉。 同时,有时候可以修掉一些没必要的那个反光啊,或者那个灯光,把它去掉也可以。 因为建筑摄影也是属于艺术摄影的类别,我们不是拍新闻照。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电线啊,电线杆啊,一些多余的垃圾桶啊,什么那些可以后期处理的话呢,也可以去处理去去掉。 所以会让主要,最重要是把那个画面做的更好看一点。 这类照片就是你以建筑物的外观为那个主体。 那,透视就很很重要了。我刚才说的,你用宇宙镜头就很容易就把它拉直。 宇宙,宇宙镜头直接可以拍出来就是很直的。 但是,实在,你没有那个镜头的时候,你就只能用后期,用Photoshop去把它那个拉直。 就让画面出来,才有那种建筑,建筑摄影的那种美感。 这个很强调啊,你看过那些建筑师画出来,用电脑画出来的建筑图全部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建筑摄影上,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强调啊。 如果你说,我这张不是建筑摄影,而只是普通的摄影的话,那就没关系。 如果你是要作为一个建筑摄影的话呢,这个垂直线非常非常强。 很讲究这个垂直,画面的垂直。 所以这个透视官是一定要处理好,很强调。 特别是你要是给科研做的时候,他是建筑师的话呢,他更强调这一点。 当然了,现在很多,有很多那个摄影师会把那个建筑物拍得很,很艺术。 就类似这张,这张原图呢,就不太,不太艺术啊。 那个,无论各方面都是有点平平无奇。 那我们就可以把,随下把它处理一下,黑白效果啊。 这样会更,更有艺术感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处理一下,变成一种极简,建筑的极简艺术。 这个要靠你自己去怎么样去组自己的画面。 这类似就是,要有从画意的那个角度去拍的一种建筑物摄影作品。 说到这里啊,我们也要再强调一下,后期的重要性啊。 除了前期,我们要做很好的准备,也很用心去拍。 回来之后,后期会让你的作品更加有特色。 可以让你那个创作出来的作品更有更有个性,更有特点。 也可以让一张平平无奇的照片变得很有艺术性。 嗯,我们有时候也会晚上去拍。 就是把那个建筑物晚上那个效果,特别是这种有很漂亮的当光效果的话呢。 嗯,也会晚上去拍,因为这个可以体现他晚上的光景。 但是拍这种照片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呃,太阳下山之后,灯刚刚亮。 嗯,天还没有黑,还是蓝掉的时候,这个时候拍是最好的,最好看的。 这个时候,还有蓝掉的时候,天空还是蓝的时候,这个灯光是暖掉,就冷暖射掉,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嗯,我后期已经尽量帮他处理的更蓝一点了,但是因为他那个,呃,太黑了。 这个,这个时候应该是,应该是早点去,呃,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去等,等到那个,呃,太阳刚下山之后,灯刚刚亮,然后天还是蓝的时候,这个时候拍是,效果是最好的。 呃,这个,这个,呃,拍夜景,一定要,呃,抓紧时间,就是时间很重要,这个在,通常拍这种是蓝掉时间是最,最好的,而且只有十来分钟你可以拍。 呃,否则天黑的话呢,你怎么样调出来,他都,效果都,都没有那么好。 好呢, macam这种照片,呃,在两边太空的时候,拆掉一些,这样画面会更,更舒服一点。 呃,一定要,他已经促要 wrap真的对方构图,呃,这个已经很好,处理的很好,但是把两边太空的时候, isso才掉一下,用那个相 gegen st 可以试一下换其他时间去拍 因为这个蓝掉 但是建筑屋又偏蓝的时候 它就混在一起了 可以试一下换其他时间再去拍一次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拍这种照片 我不知道它是阴天拍 还是有阳光蓝天的时候拍 看样子应该就是因为它那个室内 在里面拍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光比太强了 所以它那个曝光准确的时候 天空就会转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八维曝光去拍 可以单独用蓝天拍一张 这个时候再把那个天空就补回来 这样那个画面会更好看 不会就变成天空就变成死白了 这个博物馆是很适合去拍的 这个但是呢 我觉得它那个转成黑白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那个颜色彩 感觉不太舒服 还有一些它那个杂热能力是当光的 可以局部修一下 所以建筑摄影你可以把一些瑕疵可以修掉的 这张也是它已经处理的很好 就是锤子也处理的非常好 这方面它应该是很有经验 它知道建筑摄影那个要求去哪里了 唯一一点点那个可以去掉了 是不是它顶部它有一块 可能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是一个文字还是什么样的 那个应该可以去掉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图案更突出 就不会分散那个注意力了 不是全部建筑物都要拉得很直 就像这种建筑物的话呢 就可以就是有一点透视 因为我们要体现的是它那个楼顶的那种 那个城墙上面的一种结构 那种很很复杂很有特色的结构 而且本身那个城墙也不是锤子的 而且都是鞋的 所以这种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需要把它拉直 大家有时候处理一下黑白照片效果会更好 拍这种教堂的 真的很用对称构图是最最好的 首先这圆图是歪的 整个画面是歪的 那个青蛇到一边去了 然后我做了个复作实验 你就可以看到它真的是歪到一边去 那拍这种呢 你后期怎么处理都处理得不到 那个非常非常准确的 那个对象构图的效果 所以拍这种时候一定要站在中间 拍出来才可以达到那种左右对称的那个效果 所以这种前期还是很重要 后期救不了的 如果你拍的不好 后期是救不了的 这张呢就天空太太空了 稍微差一点的话呢 建筑物的那个主体会更更强大一点 看上去会更把画面会更饱满 还有这个主体也太黑了 那个可以后期把那个暗部拉亮一点点 或者用包围博光去拍 让它那个细节更更多一点点 现在拍出来就变成剪影了 像这张摄影师在拍一个时候也很仔细地去构图 也很认真去处理 拍的时候他也很有想法 但是后期还可以修好一点 就是把它那个里面那些杂乱的东西可以后期去掉 而不去掉的话呢就影响画面效果 这个用那个去污点工具很容易就可以轻易地处理掉了 而且转成黑白这种线条呢 转成黑白也很好看的 这种照片是非常传统的 好像是大画幅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一样 很传统非常经典的一张建筑摄影作品 原图真的让我看到了以前 那个用很大的那种大画幅相机去拍的那种效果出来 后期可以处理就是感觉有点灰 可以再加强一点 它那个对比度 让那个效果会更强烈一点 这张 是很标准的一张建筑摄影照片 它使用那个对象构图 左右对象上下对象 所以我拿了那个辅助线 让你可以看到 好的建筑摄影 它会很多方面都要注意到 在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这方面 首先要我们利用相机的那个辅助线 可以要水平行平数值 一定要对象 而且非常准色 不能歪一点点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讲究 它这张照片就处理得非常好 无论是上下对象还是左右对象 都做到非常非常完美 但这一张就有差一点点 它应该是拍的时候 它可以再往左边去走过一点点 尽量在拍的时候 就用那个相机的辅助线 把它看到就是把对象放进左右对象 现在后期在处理的话呢 也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那个 那个左右对象 它有的图案还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在我们拍这种照片的时候 前期占那个机位就非常非常讲究 我们在那个利用那个相机那个辅助线 那个那个垂直跟那个水平 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省了很多功夫 很喜欢这张照片 它那个利用精炼把其他那个大楼反过来 就像藏了一张很抽象的一个现代艺术作品 这种照片很容易拍到 但就是你要注意到怎么样 一定要处理那个投资官司 把那个线条要处理得非常好才行 就像这张还是刚才说的 拍这种照片必须要包围曝光 或者那个用HDR的功能去拍 就是要起码要有一张照片 是以那个亮部缺光这样拍出来 和后期合成出来 才是一张非常光比不会对比太强的一个照片 现在那个高光位传部的过报了 还有一张这张一个缺点就是它有一个 一个装修用的那种架子还在上面 所以这张照片基本上就已经废了 像这样的就处理得很好了 当然它这个时间可能也就是天也刚黑了 所以它那个光比不会太强 所以我们有时候选择拍摄的时间也很重要 这个时候可能就天太阳下山了 天还是蓝的 所以它室内室外 那光比不是太强的时候 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 这张照片也一样了 歪了 就歪一点点 就看上去就不舒服了 所以我们在后期 要处理的就是把它拉正 它这张照片就歪了一点 然后也不顾水平 所以它那个看上去就偏了一边 而且有点像倒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好 把它那个水平 没有水平一拍的时候 后期就把它拉正一点了 我估计它是看到这应该是想体现这个桥的那种结构 那种错综复杂的很对称也很美的那种杠结构 不过呢 它拍的时候 把下面那些杂落的东西都拍进去了 这个看上去就很不舒服 那个影响了整体的画面效果 我们拍的时候就可以就拆掉 首先把上面尽量往上一点点 不要把下面那些杂落的东西都拍进去 然后可以处理一层黑白 然后调整它那个把一些 把多余的颜色都去掉 就单单把注意力就体现在那些钢结构 那个方面 这样出来的那个画面效果会更强一点 这两张照片虽然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呢 从那个摄影的角度 那当然是第一张比第二张好 第二张还有多了很多很很杂乱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们前期就尽量要拍多几个角度 这个在拍摄的时候 就要避免一些没必要的东西 把那个珍珠物最漂亮的地方拍出来 所以有很多照片就是说前期你要多观察把最美的地方去挑出来 有些照片就像第二张 你后期怎么踩都没有第一张那么好 你就踩不出那个效果来 所以我们尽量拍的时候就要多观察 多几个角度去拍摄 后期不是万能的 就像第二张你怎么样去后期怎么处理 都处理不到第一张那样的效果 这是意大利那个比萨斜塔吧 应该是塔是斜的 但珍珠物也斜了 所以看上去就好像两个珍珠物都一起往右面倒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 你把这个正面那个把那个主楼都扶正了 那个蛇塔才有那个蛇的感觉 你要否则的话呢你整个画面都是写的 那个第一张原图他没处理的时候 他那个建筑物因为透视的官司 他又歪了往右边倒了 所以我们要后期处理把这个珍珠物扶正 然后鼻子那个鞋塔那个效果 那个清鞋的效果就出来了 他这张构图很好的 还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参照物 色彩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有一个好像是草虫 那个灌木虫那张呢 影响了画面 所以我还是把它裁掉了一点 把它直接裁去 这样的话呢画面就会少了一点点瑕疵 所以建筑摄影是艺术摄影啊 那我们可以把一些没必要的东西可以 比如说那些涂鸦 那张涂鸦 为什么这么美的建筑物还会有涂鸦 所以就可以把它后期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呢整个画面效果就会更好了啊 处理这样黑白照片也是另外一种艺术效果 就这样是色调跟那个形状构图都非常好 所以就觉得那个天空多了点了空了点 空了点点我们就是裁掉一点啊 这样这个建筑物主体更突出一点啊 这个孤独更饱满一点 这个也一样啊 那个天空稍微空了一点啊 就是裁掉一点的话呢 就是裁掉一点的话呢 建筑物会变更主体 让它那个画面会更饱满一点 它就像其实它有有利用大楼 就是当那个引导线啊 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引导作用 主角还是那个帝国大厦 但问题就是说它那个树好像破坏了那个画面 拍这种照片前期的时候应该往前走 就是避开了这个树拍出来这个照片会更完美 这种后期要修掉那个树就很麻烦 所以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就往前走 走几步就可以避免了这个不好的那个前景 这张照片它那个下面那个树有点过曝了 你就算拉回来也不太好看了 干脆就直接裁掉 让画面会更会更协调一点点 有时候我们可以大胆去裁掉一些没必要的 会影响画面效果的地方 拍这张的时候也一样 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对称啊 这种站的位置稍微偏了一点点就不带对称 但是整个画面效果还是蛮好的 稍微还有一点那个下次就是那个树杆 那个树杆是拍摄的时候避免不了的 后期尽量把它去掉 然后画面会更晚了一点 这张也是它是色彩很好的 但是就是还是外了啊 这个要把它拉正 这个除了用宇宙镜头之外 就只能就是用后期去把它拉正了 这张应该也是使用了那个对称构图 但你仔细看一下右上角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 应该是前景吧 所以它需要的对整个画面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拆掉 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挪过一点点 就一步往左边挪一步就可以避免了那个不必要的画面了 有时候前期拍完之后我们尽量看一下 如果发生这种瑕疵 可以在前期就可以避免的话 那后期根本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往左边挪一挪 再补拍一张 这样这张照片就不用后期处理了 这张照片呢 其实 原图这样处理的话呢 还不算是一件很好的 建筑摄影作品 它也往外边歪了一点 所以它那个透视官司也没有处理好 那我要是我拍了这张照片回来之后 会怎么样处理呢 这就是我在原图的基础上处理成 是一种不同的效果 每一种效果都会严格按照那个 建筑摄影的那种要求去处理 那个建筑摄影是一种艺术摄影 所以后期我们 不是说我们不是拍那个新闻 新闻照片呢 所以我很多是可以艺术加工的 一些没必要的东西可以预调 有一些修补的可以修补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体现建筑物那个美 把它的美感体现出来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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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